杨将先生说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 快乐总加带着烦恼和忧虑 这句话完美地诠释了杨将传中记载的杨将先生传奇的一生 他虽然出生于名门 却经历了动荡和战乱 虽收获了羡煞旁人的爱情 却也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追心之痛 但无论事事如何变幻 杨将先生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精神 他默默地在忧患中积累智慧 在苦痛中淬炼美德 用积极豁达的态度度计度人 成为了一个高情绪价值的人 如今杨将先生虽已辞世多年 但他身上乐观坚韧的精神 却依然指引着无数的人 用乐观的态度 妒忌 每个人都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 生活的压力 工作的失忆 学业的压力 爱得惶惶不可终日 挺过来的 人生就会豁然开朗 挺不过来的 时间也会教你 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 所以不必害怕 这段话是杨将先生在经历了无数生活的魔力后 总结出来的 1961年 杨将结束了下乡的生活 回到北京与丈夫团聚 没想到 却意外开启了人生中一段艰难的时光 时局动荡的年代 他和丈夫钱中书也一不小心沦为了被批斗的对象 为此 他们被剥夺了工资 辛辛苦苦翻译的书 唐吉赫德也被没收了 更让他感到无奈的是 他被迫掉离了热爱的文字工作岗位 被安排去打扫卫生 面对种种不公平的待遇 杨将却依然保持着乐观积极的态度 有一次 领导安排他们去公共厕所打扫卫生 当大家推开厕所的门时 全都惊呆了 因为常年缺乏打扫 厕所里满是污秽 臭气熏天 大家纷纷避之不及 杨将却急忙找来工具和去污粉 还用布条和竹竿自制了托把 用了足足十天时间 把厕所打扫得焕然一新 让每一个来上厕所的人 不再需要捂着鼻子进来 急急忙忙出去 大家都对他佩服不已 纷纷好奇地询问 他是如何坦然面对这些脏活累活的 杨将笑着回答 因为我把这里当成了我的书房 等我刚安活 就能躲在这里看书了 积极情绪的力量中 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并不是因为生活圆满 身体健康 才感受到积极情绪的 而是由衷的积极情绪 创造了圆满与健康的生活 情绪价值高的人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都能苦中作乐 保持良好的心态 帮助自己熬过那些艰难的时光 命运无常 生活多舛 每个人都难免经历暗夜 但积极的情绪 就犹如黑夜里的一点微光 帮助我们跨过低谷 战胜困境 在迷雾中找到奔向幸福的路 用豁达的态度 阅人 钱忠书的堂弟钱忠鲁曾说 杨将大嫂就像一个帐篷 把身边人都照在里面 外面的风雨都由她来遮挡 嫁给钱忠书后 杨将可谓尽职尽责 把丈夫的生活安排得紧紧有条 1937年 他跟随钱忠书在外留学 并在英国牛津生下了爱你钱院 然而 在生产期间 钱忠书却经常因为笨手捉脚而闯祸 他不是一不小心砸坏家里的台灯 就是打翻墨水瓶 还把门肘也弄坏了 每次来探望时 他都会苦着脸向爱妻求助 杨将听为也不气不恼 只是微笑着说 不要紧 我能搞定 简简单单一句话 顿时让钱忠书安下心来 1941年 杨将一家回到了战乱中的上海 生活变得格外艰辛 他在回忆录我们仨里写道 日本人分配给市民的米 只是锡 中间还砸有白的 黄的 黑的沙子 然而 就在这异常困难的时候 钱忠书却突发奇想对杨将说 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杨将听了非但没有反对 反而高兴地表示 全力支持 当钱忠书犹豫自己没有时间写书时 杨将却坚定地说 不要紧 你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 我们的生活很省减 还可以更省减 为了让丈夫能够安心创作 杨将扛起了养家的重担 每天 他都要走很远的路去郊区的小学待客 还会去当家庭教师来换取生活费 为了省钱 他辞去了家里所有的佣人 无论是砍柴 生活 还是洗衣 做饭 全都由他自己一个人来完成 大家闺秀出身的他 从没做过这些粗活 因此 在那段时间里 他常常受伤 不是被木刺扎破了手 就是被热油烫起了泡 虽然 生活十分艰难 杨将却从不抱怨 始终保持着从容乐观的心态 每天回到家后 他总会和钱钟书一起 有说有笑地讨论着他 新写的稿子 给他提建议 那段时间 因为常吃腐败的食物 丈夫和女儿都经常生病 杨将总会微笑着安慰大家 不要紧 好好休息 会好起来的 杨将先生的一句 不要紧 伴随着先生和女儿的一生 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温暖 情绪价值高的人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都能够给予身边的人 积极的情绪价值 帮助他人走出低谷 度过难关 生活中 每个人都难免会经历艰难和困境 怨天尤人 只会徒增烦恼 积极乐观 却能化痛苦为快乐 传递给身边的人正能量 决定上线的 是情绪价值的高低 杨将先生曾说 一切快乐的享受 都属于精神 这种快乐 把忍受变成享受 是精神世界 对于物质世界的胜利 这便是人生哲学 虽然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 他始终用积极的心态面对 化悲痛为力量 1997年 杨将的爱女前院 因病离世 次年 她是爱的丈夫 钱中书也离他而去 我们仨从此失散了 当身边的人 都为他感到无比惋惜 不知该如何安慰他时 杨将却坚强地说 中书逃走了 我也想逃走 但是我压根不能逃 得留在人世间 打扫现场 尽我应尽的责任 人生 总是充满了无常 与其自怨自艾 不如调整好情绪 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丈夫去世后 杨将没有因为悲痛而倒下 他乐观地笑称 自己现在是前半主任 他将钱中书留下的 七万多字的手稿 悉心整理 翻译 出版了钱中书籍 给中国的文化事业 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还将夫妇俩的全部稿酬 都捐赠了出来 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 来帮助贫困学子 实现读书梦 后来 许多得到好读书奖学金 帮助的学子 都经常给杨将写信 到他家做客 给他的晚年生活 增添了许多的温暖和乐趣 2003年 杨将先生把他们的故事 写进了自己的新书 《我们仨》里 用温柔和坚定的力量 给无数人带来了生活的勇气 他也因此获得了 年度文学女士的称号 即便到了96岁高龄 杨将先生仍然笔根不错 写下了散文集 走到人生边上 用文字把人生的智慧 传递给后人 有人说 世间一切 皆是因果 你是谁 就会遇见谁 你怎么对待世界 就会被世界怎么对待 爱出者爱反 服王者服来 人生虽苦 但也充满着美好和希望 面对生活 保持一份积极的期望与信念 便能收获更多的幸福与成功 很喜欢 道圣和夫说的一段话 人生的道路 都是由心来描绘的 所以 无论自己处于多么严酷的禁欲之中 心头都不因为悲观的思想所营绕 好的情绪 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低谷时 用积极的态度度忌 困境中 用豁达的态度悦人 生活中难免有低谷和挫折 我们需要用积极的态度自救 保持愉悦的心情 可以治疗生命的创伤 让我们重新振作 即使遭遇困境 也要用开朗宽厚的心胸面对 因为善意和豁达 可以感染他人 解除敌意 让我们在新年学习积极思考 用良好情绪感染周围人 无论遭遇什么困难 都保持一颗平和善良的心 用智慧和勇气 开拓生命的道路 当我们在心中 剥下一颗积极情绪的种子 便会收获欣欣向荣的生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不能太强求 不能太自由 随我逐流 可是我追求 真心的牵手 但愿人长久 不能太阳 不太阳 不太阳 不能太阳 太阳